郑荣直 在礼约奥运会注定是一个悲情的角色 他不但无法逾越马龙这座大山 也跨不过张继科这只猛虎 从南丹八强赛输给马龙后的泪洒赛场 到南团半决赛输给继科后的无奈叹息 我们也应该为这位悲情英雄报以掌声 只能怪他生不逢时 面对龙敖芒统治拼弹的年代 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失败的命运 但是他在礼约给我们制造的麻烦 如今回忆起来 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 参加礼约奥运会 本来就带伤作战的张继科 在和郑荣直的南团半决赛里 在一次大范围救球后 再次扭伤了腰部 虽然之后张继科咬牙坚持比赛 并在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 但是这次致命的伤势也加速了他衰落的脚步 在半决赛对完韩国阵容值的比赛之后 你告诉我说你这次真的是为国家而战 你死在场上都无所谓 对 因为可能大大小小成绩自己也拿过 所以从团体比赛里面自己要承担责任更大吧 刘刘刘也跟我说要成为球队这种灵魂 无论场上出现什么局面都需要自己去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扭转 所以这次团体比赛我认为自己还是做到了 现在张继科已经处于半退役状态 这仍然无法抹去他对中国乒乓球做出的巨大贡献 相信看完继科在里约奥运会的表现 不管之前你有多么不喜欢他 相信看完这场比赛一定会让你肃然起敬 因为他是值得我们赞美的英雄 我想这一点刘国梁教练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清楚 也许这就是里约奥运会之后 刘国梁能如此放纵张继科的原因之一吧 废话不多说 咱们还是一起看看这场比赛 张继科是如何带伤作战 逆转战胜韩国一哥的吧 李约奥运张继科不但肩负着主力单打的重任 还要和许新配对双打 在这场和韩国队半决赛里 刘国梁还是非常信任继科的 出任第一单打的他 对阵韩国一哥郑荣直 双方首局比赛就进行的火药味十足 完全没有试探的过程 从第一局开始就进行了紧张刺激 在四平之后 张继科通过多变的发球和积极的侧身进攻 取得了三分的优势 之后郑荣直通过凶狠的薄杀 瞬间将分叉抹平 八平九平十平 一直到十三平 双方在第一局就杀红了眼 最终郑荣直通过出色的反手能力连得两分 十五比十三先胜一局 再次一局 进行后 当时它走到20十平台 在每一角备中面 在每一角备直到大家都 在一局 真正 当时牵犯在地盘 其中一局 能双方 让我双方 加讨人 多小钱 十五 十五 第一場 好 突然 足以吃 第二局比赛 张继科在开局2比5落后不利的情况下 还是逐渐将比分追上 双方继续缠斗在一起 郑荣芝还是率先拿到局点 这时刘伯良及时叫暂停调整 回来后张继科针对郑荣芝正手弱的特点 连续追击他的中路 也连得三分强势把比分扳停 你想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天你共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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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忙碌 北京最高 而且永远可以了 你我不是不认识 你却 laughs 我觉得应不理会 先 啗 帮助 还是 第三局比赛 双方依然分不出胜负 直到橘墨正荣植通过反手连续大范围调度张继科 并且导致了他滑倒 扭伤了腰部 大比分落后 腰伤苦发 张继科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这时候能拯救他的 只有他自己 如果这一场拿不下来 后面他还有双打比赛 情况将变得极不乐观 以至于刘国梁紧张到站在场边给爱图加油 从这局比赛开始 张继科的跑动明显受到腰伤的影响 他只能通过不断的变化减少跑动的距离 还好在双方站至八平之后 张继科的台内变化 让郑荣植连续回球出界 张继科再一次顽强地把底分翻平 背起了理想 谁人都可以 哪会怕有一天 只你共会 继续后来 当我们的身份 疑慕 这时候彩虎弥 当我们的身份 疑慕 哪会怕有一天 只你共会 摇取一口 继续后来 当我们的身份 疑慕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经历了开场短暂的胶着 张继科连得6分 强势逆转阵容值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随着正容值发球强拉出锦 张继科也完成了漂亮的秘筑 之后他又和许新配合 再次战胜了正容值和李湘秀的投资 中国队也3比0剃投韩国队 决赛中张继科依然是带伤坚持作战 帮助中国队未免成功 对于张继科这样的付出 相信刘国梁教练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的